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这次台湾因为对于武汉肺炎的防疫成功 而且台湾在于医疗级的口罩上面 做了超前部署的生产 所以我们很多在国内需求之外 现在口罩也可以成为我们台湾援助国际 友邦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协助工具 那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台湾高品质的医疗级口罩 也可以透过国人的志愿赞助 由政府再去援助国际 因此在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中 台湾的角色让社会让国际看得到 而且国际都认为台湾的确 台湾can help 台湾可以支援国际在公共卫生上面 在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上面提供很多的协助 但是因为我们的协助 那华航公司也承担了 这次运送我们医疗物资 跟支援物资的这个国际航空的一个工作 可是因为60年前 中华航空在成立的时候 虽然是由政府间接持股 但是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之下 中华航空的国际英文名称 China Airlines 会的确在这次的事件上面 造成很多误解 也让国际的友人也认为说 OA这笔口罩是不是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 而忘记了台湾的存在 所以我们发现在国际的媒体上面 有很多的照片 经过中华航空公司的货物运送 上面有我们台湾can help 以及中华民国国旗 这个没有错 但是因为我们运送的中华航空公司 也有他们的logo 上面China Airlines 的确会造成误解 在这一段上面 在这个事情上面 虽然行政院跟我们现在中华航空的做法 是要求货主是中华民国政府 是台湾政府 所以航空公司 并不需要在上面打上自己的logo 反而造成了国际媒体上面 跟照片上面的误解 这个做法是对的 可是我们华航 需要更长期的 肩负起国营航空 国际航空公司 在国际上面宣传台湾 在国际上面 避免困扰的这样工作 所以民进党党团我们今天提出了一些做法 也希望我们运会可以支持 那在世界各国上面 对于中华航空公司的英文艺名 China Airlines 他的确会误认为是来自中国的中国国际航空 Air China 所以屡屡造成混淆 也这是事件的主因 所以我们希望交通部跟华航 有步骤 有系统的做法 那也是符合蔡英文总统 跟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 在于这种两岸关系 国际关系相对复杂的状况之下 要有智慧 要有步骤 也需要时间 因此我们提出来的 我们提出来的方案 我们希望交通部 积极研拟提升华航的国际 辨识等相关的政策 以避免跟中国籍的航空公司混淆 那短期的做法 华航在于国际上 被误认为来自中国籍的航空 会造成国际行销的混淆 所以我们要求交通部 应以确保台湾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确保台湾的国家利益 就要强化华航的台湾意向的国际辨识度 这是短期之内必须要去进行的 第二个 交通部应研拟 分歧可行的华航改名计划 前期以不涉及改 改约航权谈判的飞机重新涂装 重新设计为主 让台湾的意向 让国家的意向更突出 如果需要加强台湾或台湾意向设计的方式 应该要由交通部 邀及各相关单位跟机关 研理更改华航英文艺名 及华航改名的各项可行方案 及配套措施 我想在这一点上面 我再次重申跟大家报告 有关于中华航空的改名 有关于限制到国际之间的关系的 需要政府更多的智慧跟耐心 也需要更多的步骤 这就需要时间 也希望我们大院可以来同意民进党的提案 民进党党团的提案 那也希望说我们各个方案上面 我们可以朝野协商 共同来研究交通部跟华航可行的方案 感谢大家谢谢